好 今天我要講的是 我怎麼樣做一個穿越 那這個是我花了大概 30分鐘左右 我把這個東西的抵稿 或者叫做重複性的Edge 或者是叫做 交叉垂直的交界 我先把它做了 我也拍了一個說實影片 以免像很多人其實 真正有興趣的是抵稿 它不是想要看 它是想要知道抵稿是怎麼做的 也有說實的影片 那做完這個的意思 目的就是我現在開始 把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它所存在的想法 把它用觀念放進去 那我們可以從影片看得到 照片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它光其實是從這邊進來 然後很強烈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約略的有一個 這邊是一個被遮住的 這邊是一個受光的 受光的部分 有一些石頭還是在 因為它有厚度 或者一些樹 所以我們去處理成 有白白灰灰的這種陰影 那這一邊呢 又有一些光是從這邊透過來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光 折射過來了 所以你會看到石頭的反光面 所以我們約略的 也用重複性的Edge去處理 我們現在要想 放在畫布上的是 我怎麼讓光 它的白的這種白物狀的東西 慢慢慢慢的變成點狀的 然後慢慢慢慢有一點線狀 甚至有一些葉子在飄動的濕狀的 慢慢慢慢靠進來 這邊變一點條狀的 然後呢塊狀 這樣的話 你會用Edge的方式 來去產生這種空間 以前我有講過 Edge是畫的靈魂 因為它產生非常微細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首先我會先處理一個暗面 也就是後面的樹林 後面的樹林是一個垂直性的 它已經滿遠了 可是呢對我們來講 我們把它拉近一點 因為我們希望山遠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它有一些垂直性的穿越 OK 那已經做了一些垂直性的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補足 某一部分的 某一部分的Edge 就讓它這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跳出來 OK 我常常這樣跳著雕 你這樣雕刻的話呢 你就可以產生 斷斷續續的空氣 從這中間流過去 那好像呢 什麼 這邊的草呢 它轉彎轉過去了 再來呢 我們把暗面呢 稍微提升它的明度 所以用明度的觀念 讓它這個明度呢 能夠降下來 稍微亮一點 它同樣的銜接到這塊綠色 稀釋機不夠多 我們要保留原來的底色的黑 然後呢 又能夠那個樹幹的感覺 然後又能夠把黑色的這個東西 帶出去 讓它形成同一空間的錯覺 然後慢慢的 越來越接近光線 所以我們加了一點黃色進來 好 你現在看得到啊 它有個錯覺啊 就好像光啊 從樹裡裡面穿透了 這些有一些樹洞 我們把它保留 樹跟樹之間的光的穿透 我們把它保留 最後我們開始加了 Cademy Yellow Light 因為我的筆呢 原來就是 原來就是底色的啊 所以即便加了 Cademy Yellow Light 你也看不太出來啊 它只是感覺 微微的感覺 但是微微的感覺 就好像光穿過去啊 你看它有方向性 它會很好看啊 然後最後 再把它放在這裡 那形成葉子的透光啊 好 葉子的透光的現象 那盡量保留邊界 不要超過邊界 好 那這個樹齡呢 就很有意境 因為它有一些穿透的光 好 我們把穿透的部分 稍微再補回去一點 那這個地方呢 待會兒我們用 重複性的這種 三星筆 我們可以去做出來 它的 前遮後的空間的觀念 前遮後是這樣子啊 你把你的筆 壓下去一點點啊 一點點 跳著的話啊 跳著的話啊 它 它 它有點過度的飽和了 我把它調暗一點 啊 怎麼調暗呢 因為它在暗面啊 所以我們加了一個暖的藍色 Tramarine Tramarine 它就會帶到暖一點的藍色 西式記不夠多 再回來沾一點 好 筆可以這樣畫 也可以這樣畫 那形成的這種感覺不一樣啊 那形成的感覺不一樣 它就形成這種 球狀體的錯覺啊 可以看到我都是從一個 從一個亮的畫到暗裡面 所以那個 那根根細細的那個 盲草也好 稻草也好 它就 它就會 很突出啊 你會看出 哎 畫出這個感覺啊 那你可以壓下去 好 彈起來 它就形成了 這個先決條件就是 西式記 西式記的 跟它的飽和度啊 你要做 放得夠 那 這樣子我就可以解決 它部分 但是 在這個近景 或遠景的部分 這種 一堆草 的錯覺啊 那我們希望 我們視覺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重複性呢 就像 我常常講的啊 這叫斑馬線 我想應該沒有人會注意斑馬線的某一條線 你知道它是斑馬線 可是 可是你不會去 你不會去 細分出哪一條 以視覺的觀點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創造說 我們知道這裡是一堆盲草 可是呢 我們並不曉得哪一根盲草 長在哪裡啊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畫的是一個重複性的 那有一些筆觸呢 是這樣 有一些筆觸是這樣 那你要漸漸的讓它改變 那否則它會一貫都一樣 你擺變了色彩 比如說 離的光線遠一點 你可以把筆翻過來 這邊有白色 這邊就有色彩 色彩的部分就是我脫離的白色 脫離白色 你就知道說 它在反光的後面接上去 你會看到剛才的反光變成是葉子出來以後呢 照到光的部分 一樣翻過來或翻過去而已 那我現在這些白點呢 你可以看出來 剛好就形成了這些光 那一堆盲草 那通常都是 我會稍微往後移一點去檢查我的筆觸 看看 現在很像 基本上你閉起眼睛來看 就好像是圖片一樣 可是我們有沒有照圖片去畫 沒有啊 我們照觀念去畫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草的部分 那個白點就不見了 也許會覺得 啊糟糕了 畫太大了 沒有關係 我們就用別的方式來補糖它 比如說 這些是樹 應該叫木樁 我們把木樁畫上去 剛好 造成一個前大後小的空間錯覺 這個畫到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我在講 當你要粗一點 你先刮開 你沾的時候呢 那你就記得 你的 這個的面積一定小於剛才那樣 你可以用手 滴著 這個是失敗的 我們再一個做一個 再來 越來越小對不對 越來距離越來越小 好 越來越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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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呢 只摟出一個頭 好 這它上面有一根 但是我不知道那一根一根是什麼意思 所以呢 我們把 我們的線 部分拉進去 部分拉進去 你可以拉圓的 不一定要把它拉直的 那這種斷斷續續呢 就會產生一個 欄杆的效應 很好看 有一些呢 斷掉有一些有 只就是畫刀它本身的一個功能 它不會完完整整的 給你看到它全部 因為 我們在沾的時候 就不是很均勻的沾的顏色 OK 好 所以那些東西就在 案面裡面它調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應該是天的顏色 先留著 然後我們來 補如天的顏色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一些樹 那還沒做到穿越 這今天的主題 我先做兩塊就好了 要不然做完的時候 可能時間太長了 呃 為什麼會太長 呃 支持到你能夠拿起筆來試試看 因為它樂趣在於你試試看 來我們沾了一點Fellow Blue 一點點白 來我們繞圓圈 這個就是一個背景 天空的背景 那為什麼繞圓圈 你看我都沒有沾到色彩 當我要沾到色彩的時候呢 我把筆尖槽的色彩 這叫雕刻 我可以雕刻後面的樹 那筆尖槽的下面呢 它會比較銳利嘛 那這就是我們的視覺裡面看到的 這樣凹進去的地方 所以你筆尖 其實就是一個筆觸的觀念 幫你把筆觸放進去你的作品裡面 它會產生形的雕刻 好比說 我們來雕一個石膏像 應該不是石膏像 木頭的啊 舉例說像 像我們常雕刻的木頭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用到一個比較大的東西 這樣呢 我們才能夠雕刻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樹洞先放進去 像這個這個就橫的 就不行了 你需要直線條 因為我要我要的是一個樹的垂直的感覺 好 那待會我們再去做穿越 那這些樹的線條呢 為什麼要做手畫呢 因為我要背景的顏色跟它一樣 這樣才代表同一空間 不然就不會同一空間 那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所以我們可以從空間的角度來想回來 什麼東西 是一個空間 空間應該是明度跟彩度啊 都非常接近 叫做統一空間 好比說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要讓它相同 我再點回去的時候呢 我就要注意把我的筆呢 再拿回來 補回原來的色彩 跟明度 否則它就會被我 被這個背景色帶走 好 所以要記得 你常常要很勤快的把筆收回來 好 不是一筆到底 一筆到底它就通通就 顏色會越來越灰 好 現在到了下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呢 顏色會什麼 會因為物件在背景的改變 不要通通把黑都蓋掉了 通通把黑蓋掉了 你看不出它的交界在哪裡 也就是說它的空間 它應該有這樣一個轉折 垂直面的轉折 如果你把它蓋掉了 它就不會存在 不存在的時候呢 那這個空間是無限的往後 可是它明明不是啊 它是天空是垂直的 所以你需要一點 垂直的感覺 放在上面 我的Felib Blue用完了 你看我現在一次研究都擠到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再用力把它擠出來 所以其實一支顏料可以用很久很久 我知道很多人用不同的廠牌 那我們都是用那個學生 就畫得起最便宜的顏料的牌子 那目的呢 目的就是 它不會成為我們畫畫我們的一個阻礙 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想動筆 他可以拿最便宜的工具 他可以畫腐朽維神器 那才是我們叫武林中的高手 對不對 他是用葉子都可以當武器 用石頭可以當武器 我把這個綠色呢 補回去在這裡 代表說這個葉子呢 長在這個前面 這個西式劑不夠多 你就看不到扇形筆的筆觸 你看我現在沾多一點 我來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扇形筆 跳著 有一些呢 跑到白色的天空裡了 有一些呢 跑到底部 要黑一點 因為它在底部 不能那麼藍 因為光線不見 那我在加黑我都不是 變黑 我不是去加黑 我是加了什麼 Terraiserate 那加了以後呢 你會覺得它是有暖色的 凹路的現象 它的錯覺 所以它就會 比較耐看 如果加了黑色 它就是一個黑黑的 好 然後我們把這些樹幹呢 趁著這個 它有用到的時候呢 還有一些原料的時候 我們把它補齊看看 你看我把剛才那個色塊 修正回來 原來不是太橫嗎 好 我們現在把它加了一點 厚的原料 覆蓋回去 那這回天空 它就知道 它是躲在樹幹後面 它會因為樹幹呢 的形狀呢 把它天空的切成了 直的 就不會 剛才的白呢 就慢慢的形成一個 一點一點 然後我們再把 綠色的意思放進去 這一片呢 應該是比較灰的 所以這個把它消滅掉 好 你看你看 照我們的意思去做 六指留保留這個 好 這樣就不會搶到主題 太多的樹洞 的話 待會我們可以再用畫刀 來把樹洞補回去 好 我們把樹洞集中在這裡 樹跟樹之間 它的反光點 好 知道 這邊樹比較稀 所以它產生了一個樹洞 好 好 好 但是這邊算處理完了 我們待會再把這個 這個竿子 柵欄的部分 我現在弄好了 把它的顏色覆蓋掉一點 好 那我必須趕快來做穿越 給各位看 好 要不然超過十分鐘了 所謂的穿越 就是我們對 光線的路色角跟折色角 我們在抹 每一個物件都會有 不幸你可以拿個杯子 或者是遠一點 太太遠可能就不會有 就像這種近中景 它一定有個光線進來 剛好它照到的那個平面 跟你的眼睛 它剛好是同一個角度 而且很湊巧就是 那些東西就會湊 就形成一個折色 好比說像這樣 你看葉子都一條亮的 好奇怪 是大自然牌的 都是一條亮的 一條亮的我們畫了以後 它就亮不起來 所以我們要在一條亮的下面去畫 讓它筆觸消失 那個亮的 因為筆觸的關係就會跑出來 大概原理是這樣 好來 因為原料還不是全乾 對不對 所以我去 我們這叫變模糊了 模糊了以後呢 這些筆觸就慢慢慢慢跳出來 所以我們不是畫每一根葉子 是把其他的按面放進去 好這就是傳閱 你看現在呢它就更服貼了 這裡也是個陰影 好我想這示範大概到這裡 那其他你們可以看 每個部分都有它的影片 那光這個傳閱的原理 傳閱的製作 那我今天就示範到這裡 我們下回有機會再見 你看它是很和緩的 好謝謝